各位观众,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欧嘴日记 今天欧嘴日记尝试在健身房做录播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在马来西亚租楼或买楼需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原来马来西亚的楼宇 楼宇有分开commercial title和纯住宅 纯住宅即是没有commercial的成份 但如果commercial title的楼宇是怎样呢 commercial title的楼宇即是双住两用 代表这座大厦是可以正式officially做民宿的 除了做民宿之外呢 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水费和电费是会贵很多的 是比一个residential是贵很多的 贵都不要紧要 最紧要就是你想想你的邻居每日一齐在一个电梯里面 很可能是不同的人来的 因为呢 那个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游客 又或者呢 到马来西亚大时大节的时候呢 又或者东南亚假期 又或者欧美假期的时候 如果你的邻居呢 都在做一个Airbnb或者是民宿呢 那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泳池呢 是很多种不同国家的人呢 一起跟你用的泳池 有些情况之下呢 就会几逼劫的 那你想想 你给了一笔不少的钱 买了一座不错的大厦 不过竟然这座大厦呢 是相住两用的 那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但是呢 你说怎样去找到或者分别呢 我这座大厦究竟是纯住宅呢 一定说是相住两用呢 那大家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以为呢 你那座大厦是一间店铺都没有 就不是commercial title 那我会在下一集呢 第四集呢 和大家分享 怎样去分别 由于呢 我现在呢 在这个健身房呢 基本上呢 就是包场 但是好像呢 刚刚呢 有一个外国人呢 是进了来这个健身房 那变了呢 我就不想说太久了 是怕吵到影响人 虽然呢 我的声浪不是太大 那很多谢大家继续收看 这个第三集 如果呢 你觉得有用呢 都是那句 请大家呢 就点击like 亦都呢 去点击subscribe 这个订阅 希望呢 就我可以呢 多力鼓励呢 继续呢 就去做多些视频 给大家看下 大家看下 大家看下 不是骗大家的 我真的在这个健身房 现在继续呢 就是做我的健身 下集见 拜拜 拜拜